多了一位孝行哥 照顾79岁中风的老母亲 凉平大的小房间 堆满资源回收的杂物 陈先生为了照顾 卧病在床的老母亲 放弃一般工作 食荒为生 就为了陪在母亲身旁 三餐亲自喂食 照料吃喝拉撒睡 闲暇时还会背起老母亲 上轮椅晒太阳散步 细心照料生活起居 孝行感动周遭许多人 他妈妈中风之后 大家都没胜脑 比较好顺的人 有好人一动 他就把头脑死掉 回家照顾 一国过得真意 跟他一起玩 有时候你来看一段时间 可能你老不可以 50岁的陈永新 住在高雄骑山区 在家排行老三 79岁的老母亲中风后 就由他照料 因为光是喂食 就得花上两小时 让陈先生放弃外面工作 减资源回收和打零工为生 因为其他兄弟 都有正当工作 向政府申请低收入户 遭到拒绝 只能靠自己一肩 扛起老母亲的庞大医药费 即使生活贫困十二年来 侍奉母亲还是从不代谢 母亲病情也有起色 陈先生的笑形令人感动 中间是王嘉欣陈文杰 高雄报道